每年暑假在屏東的一大盛世 也就是屏東夏日狂歡季盛大登場了 今年除了有遊樂園的設施以外 更有有怪獸為主題 新增沉浸式的光影展 還有夜間美術館 要給大小朋友帶來精彩多元的夏日體驗 馬戲團鬥缺的裝扮 精彩浮誇的演出 讓台下的小朋友們目不轉睛 屏東夏日狂歡季 在屏東鮮明公園正式開幕 今年的主題是有怪獸 集合了大型紓壓、北海小精靈 和各式造型怪獸裝置 成為最佳的牌照打卡景點 加油啊 夏日狂歡 喝酒 開心 開心大旋轉木馬 夢幻樂園大小朋友都能來玩 今年還有沈浸式光影展 夜間美術館 除了特技表演 同時也邀請知名歌手竭力演出 希望能夠藉此炒熱當地觀光 這個暑假大家要清清涼涼的 快樂的過一個沒有壓力的暑假 還有大家都很喜歡的滑水道 咖啡杯 歡迎全國的大朋友小朋友 來到最好玩 屏東最好玩的夏日狂歡季 夏日狂歡季今年邁入第三年 除了每週二休園 每天下午三點開放到晚上九點 持續到八月二十五號 要帶給小朋友們最精采的夏日回憶 夏日狂歡季